银子 邻居家的大娘 她的女儿嫁到这边 然后呢他们种了很多橘子 但是橘子今年长得比较丑 全部自销了 我们就说来捡一点回去吃 结果下大雨了 多雨先多雨先 你看 好多人来这边捡橘子 这个虽然说不要钱的 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 因为真的都是辛苦重的 现在卖不了钱了 这是主人家都不卖了 只拿回去吃 这个吃的完吗 今天是开圆了 等于全部开放了 好多人来这边捡 看一下 这颗好结肯定是下雪的时候 它就断掉了 可惜了 看一下 这个结的稀的就大个 结的蜜的那边就小个 哇真的好可惜哦 全部都让我们自由采摘了 先吃一个再说 还是有一点点干的水分了 就是因为它长相不太漂亮 这个砂糖菊 所以就卖不动 天还是蛮甜的 就是有点干水了 看这个花骨朵都已经出来了 如果再不把这个橘子剪掉 它就会再吸收养分 然后呢 而且到时候烂掉了 烂在树上 它就会产生一种霉菌吧 导致明年更加长势更加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处理了 辛苦的农民了 真的 有的时候觉得好心痛 这些东西 哇这个很快就满框了 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满了 差不多了 拍出去吧 有个 嗯 像你那一种吗 这阿姨的剪了这么多 真的 觉得特别辛苦 以前就是十多年以前嘛 我跟妈妈也是种过很多的菊原 真的是特别辛苦 后面是因为长了一个什么那种虫 像蜜蜂一样的那种虫 嗯 上次遮苦干那种啊 哦 就是那种 他就就把那树全部砍了 就种了那个杀树 种了山树 现在看着这个我真的觉得特别心酸 真的 鱼哥 嗯 做农民太不容易了 明年长好一点啊 他们到时候还要把这只全部都修好一点 嗯 从阿姨这里了解到 因为今年结的比较稀 所以在那个双来之前就是冬天的时候嘛 没有全部用薄膜覆盖 所以变得很丑了 去年的话是结的比较密 所以全部盖好 这个菊子还是由老板来收购 啊 真的是 不能大意一点点 管理方面全部要非常用心 跟阿姨说再见了 啊 那大家就掰过来了 啊 啊 哦 那个 好了 来